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不要轻易地进入股市 其实中国的股市进入到2015年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波新的行情 因为上证指数已经冲破了4100点 在很多人的眼中 这是新一轮牛市到来的一个迹象 有股民说今天的中国三人行必有股民 但今天到现场的全都是股民 所以这句话在这个现场可以小范围的做一个修正 那就是三人行都是股民 来 让我们用热泪的掌声 欢迎来到今天对话现场的每一位股民朋友 和我们到场的各位专家 欢迎大家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当中 来 最近这几天 你们手头都有涨停的股票的 请举手一下 对面有好几位 我身后呢 不好意思举 那还真的应验了那句话 如果你的手头没有几只涨停的股票 都不好意思跟大家打招呼 是不是在这一批当中涨停变得特别是空间观 我觉得主要是你经跟国家政策来走 包括多看新闻联播都会有帮助的 一二年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说股市三年内翻一倍 对 回去以后 我觉得一二年底我卖掉房子炒股 那你卖掉房子现在 我当初卖掉的是50多平米 现在我已经换了150平米 有没有谁 你的手中的股票这两天都没涨停 甚至还有跌的 我这个成绩呢 比较惨 就过去两年呢 我那个资产呢 损失了60% 今年呢 我的重仓股吧 核心股票啊 又夺得了2015年不上涨的冠军 所以 所以呢 我说出来呢 目的是给中国投资人建立信心 谁都比我好 我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过一个统计 说现在在第一季度当中啊 上市交易的2327只股票里 下跌的只有30多只 换句话说 您手中拿到了这个跌的股票也算是百里挑一了 所以下一回改行 咱们不买股票 咱们买彩票 当然这就是股市的众生项 有人欢喜 有人忧愁 今天呢 其实除了这些股民朋友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专家和学者 他们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马上来认识一下 华生 著名经济学家 股权分治改革的推动者 他认为 这一轮股市这个的危险之处 大家普遍呢 把这个 这轮流市看成是政府鼓励的政治事 黄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私募投资人 曾在美国教授行为金融学 解读股市投资之道 在提示当下股市风险的同时 认为 有风光能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李大肖 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昨次畅空股市 在一个月前提出股市地球局概念 认为100倍PE的估值水平 已经超越了正常状态 地球上 人类历史上 所能见到的泡沫的最顶峰 侯宁 著名财经评论员 曾因准确畅空股市而得名空军司令 近几年开始转向畅多 对这一轮股市行情 他认为 开户永远不晚 入市晚了 水平 著名财经评论员 华夏时报总编辑 才认为本轮股市中 现在 进创业盘 你要做好套15年的思想准备 林云 著名财经评论员 央广财经节目主持人 对目前股市持乐观态度 认为 一定要看到股市里头 新兴的力量 它很容易创出新高 这轮股市上挣钱的一些 传说或者是传奇 也激发了更多的新股民 大踏步的跑到了我们的股市当中来 包括已经退休的大爷大妈 这幅照片的最下面的 大妈边看盘 边在剥毛豆 工作生活两不悟 刚才说的 今天最新新闻 两个70多的老先生 为了争夺交易机打起价来 像刚才大学生这样的小鲜肉们 一群群的在往起推 我们问一下空空道人 你见过的最高龄的炒股人是 85岁 85岁 退休多年 然后又征战股市 是吗 但是我给他说过 我说还是在股市待着 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因为中国股市太狡猾 一般人控制不了 但是只有上岁数的人 他才能理解股市的一切 那你意思就是说像现在涌入股市当中的一些90后 80后 这些不太上岁数的人 他们就不能理解中国股市带来的这种强大的冲击 90后还是好好的去工作 如果他们现在热衷于炒股 现在什么事也不干了 这样的话 你中国的未来怎么办 这个小伙子 我觉得你特别年轻 来揭晓一下你的年龄好不好 我是93年的 93年的 90后 炒股了吗 炒了 炒了 有涨停的吗 好多 你现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炒股 我现在是上大学 然后一般课间的时间 就是拿手机或者拿电脑炒盘 那你是怎么找到炒股这个爱好的 本来是打算出国的 然后音错阳差报了一门学校的股票投资学选修课 学校还有这门课呢 报的同学多吗 以前不多 最近这一年都挤爆了 那你现在投入了多少的成本在炒股 一个就是出国险 到哪留学 英国 英国一年怎么着也得几十万 你期待着这个几十万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可以变成几百万或者几千万 别的不敢说 但是现在就是生活费已经经历经历独立了 包括学费也不用再用父母出了 巴菲特的合作伙伴呢 芒格他讲了一句话说40岁以前的人呢不懂投资 芒格是世界级的投资大师青年同学可以搜索一下这句话认真读一下 我还想说的是社会不易引导青年学生进入股市 因为股市相当的复杂 利益 极端的碰撞 非常深 它是需要一定的年龄的 董先生您在苦口婆心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一直观察你身后这个同学的表情 他的嘴角始终是微微撇着向上扬起 这代表着 这代表着他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您的这份苦口婆心 是吧 你觉得老人操心太多了 是不是同学 有一些 有一些 我首先声明一下就是 年轻人他的可贵之术在于 学习能力比较强 精力是人走出来的 你不能说青年人 他就没精力 你说不能去参加 我想说的是 国家主席有一个法定最低年龄 45岁 这个是因为你不到那个年龄 驾驭不了国家这样的一个事物 股市值复杂远超过驾驭一个国家 我听到过一些理论说90后他们太猛了一点 这一茬这个新韭菜如果没有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 其实他们不会成长的 我一看你年龄我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入的事 所以现在自得意满 春风得意 因为股市的财富都是建立在一批一批的韭菜之上 不管牛市熊市最后一轮行业下来 赔钱的永远是大多数 牛市跟熊市的一个区别 唯一一个区别 就是赔钱的比例稍微少一点 挣钱的比例稍微多一点 但是都不会超过50% 这是一个规律 这些小先生们带来中国股市 目前的新一轮行情中的投机因素也很强 就是目前入市的8090后 没有经历过2007年股灾的一拨人 但是他们有玩游戏机成长的经历 他们把它当游戏在玩 现在股市确实有过热的迹象 现在市场已经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借钱炒股 我是认为已经不合适了 没有一个人投进了几个三分球 就认为自己是篮球明星了 但是很多人我观察到 很多人选对了几个股票 赚了一些钱 突然觉得自己投资特别棒了 华尔街好多年以前有个老手 他说什么时候我得卖股票呢 他说我每天上班 就进大楼之前都得刷刷皮鞋 什么时候给我擦皮鞋的这个人 开始给我建议买什么股票的时候 我就开始要卖股票 就得离场了 就说已经太热了 现在有这么多的中国大妈 又一次勇猛的冲进了股市 就很多人觉得从过往 他们对于黄金的出手等等来讲 出手很猛 但是又觉得他们有点像反向的指标 就他们杀入似乎就意味着股市好像要到顶了 他们杀进来的时候不一定意味着股市见顶了 也许泡沫才刚开始 牛市呢 这泡沫 你很容易说它是泡沫 就按估值是不是合理来说 很容易说它是不是泡沫 但是你不敢说它会马上就见顶 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比较理性的打法 就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 跟着泡沫去赚钱 但是随时准备全身退出来 泡沫破裂的这个迹象非常明显 从哪能看出来呢 我们天天都在涨平 为什么你就说泡沫要破裂 泡沫的这个峰值 还有一个呢 我们现在的成交量是1.55万亿 平均这个两周就能换一次手 有效流通换手率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成熟市场呢 是一到两年换一次手 我们看到现在的高估值的东西 已经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那么我们看到整个的创业板呢 已经接近了100倍 这个水平 我觉得已经接近了 纳斯达克泡沫爆破钱的水平 大小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我们中国股市的目前 已经注入了新的经济元素 克强总理说的互联网加 等等等等这些因素 是吧 新能源新材料 股市中注入了 所以现在股市的上涨 更多的体现 我们对中国梦实现的 这么一种殷切的期待 而且我们一路一路战略 在继续实施 是吧 这个丫头行的建立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踊跃响应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 助长了这点股市的这种上涨 我们也特别联合了 国双大数据中心 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 在他们统计的 这个大数据的结果当中 我们找到了几个 面对本轮的行情 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 交给现场的每一个人 第一个问题 现在入市到底是晚 还是不晚 我觉得现在不晚 只要长线投资都不晚 开户永远不晚 入市晚了 现在进创业板 你要做好套15年的思想准备 当然是晚了 最适当的方式 是在市场萧条的时候入市 市场火热的时候离市 我觉得一轮股市 应该有它解决的问题 它这个30年 它这个改革完了以后的一个转型 它需要钱 打量的钱 这个钱从哪来 只有从股市 所以说现在进 包括到年底进 这都不晚 第二个来自大数据调查的问题是 本轮的牛市到底是风牛 还是慢牛 本轮牛市呢 应该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风牛了 不是慢牛 现在的局部泡沫是非常明显的 我觉得是慢牛 06年从990涨到6000 那翻了几倍 翻了6.5 6.1倍 那现在2000 到4天就只翻了一倍 那怎么叫风牛 不是风牛 我们看一看第三个 大家关心的问题 股市火爆 楼市回暖 现在我是买房还是买股 不能够卖房炒股 我再说一句 卖房炒股是大计 第二个不能退保入市 第三个不能将生活所需入市 学费买股票 是绝对错误的 把房子当成一个消费品 必须的消费房 不要把它当成投资品 没有风控能力的 现在不要轻易的进入股市 有风控能力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一个身份证可以开20个户 它是股民的福音呢 还是券商的利好 一个身份证开20个账户 相当于一个人可以 一个学生开无数个信用卡 一样用信用卡来套房 实际上就是穷能逃股 其实就是穷能逃股 很有误导性 这个是对券商绝对是利好 这轮牛市 这刚刚开始 就是这原因 它都 就是政府已经鼓励你的 一个人开20个户 这是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信号 这个是这一轮股市的危险之处 就是说现在大家普遍 把这轮牛市 看成是政府鼓励的政策市 像这样允许20个股民就开户 我认为只是便利股民的一个措施 如果把这些都看成是政府 只鼓励过多的话 我觉得政府也背上了过重的包袱 我同意华生老师的看法 肖主席最新的表态非常鲜明 提醒风险 这个我觉得从20年的经验来看 每一次的证监会的领导提醒风险的时候 证监会主席说的话 还是要听一听的 非常反对李大小这种 没上适从的这种思想 什么证监会主席的话要听的 华生老师的话不听吗 我的警示敢不听吗 空军司令的话敢不敢听 是不是 不能听他这种想法 但是风险肯定是要说的 今天交纲主席也说了 市场呢 反而那股民要量力而行 所以我们这场到发展到 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呢 确实是担当了许多 我们改革开放需要的一些功能 咱们所有政策 首先都在股市中得到反应 但是现在确实有点 洪林老师虽然批评了我一下 但是他最终他还是听肖主席的 其实在这个市场上 大家现在看到这些新股民的火爆的热情 在这个市场上每天接近15000亿的一个成交量 这么多钱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 这一轮牛市跟以往的不一样 为什么吵得这么疯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 最近十年来取得双位数回报的三位三个方式 都已经无效了 一个就是买房子 年付一年双位数回报 第二就是高利贷 也可以双位数回报 第三就是信托产品 比赛产品 最近也就是一年之内 这三个都让老百姓深深意识到不行了 因此全社会的财富在寻找双位数回报 股市这个时候来了一波牛市 钱全进来了 这就是个极其可怕的力量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五个 股民最关心的问题 本轮牛市能否创造新高 超越上一轮的6124点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时间 一定要看到股市里头 星星的力量 它很容易创出新高 而老的力量要创新高 要看经济能否从政消防 我觉得这个不太会创出这样的新高 我认为政府有责任在这个之前 扩大这个市场的供给 像初次次过渡 避免那种过高的出现 如果是超越了上一年6124点的新高 我觉得会有比上一次 更加惨烈的这个下跌 对指数来说 能不能超过6124 能不能冲上万点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种的声音当中 其实我还记得一个特别清晰的声音 那就是14年前 在2001年的时候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在这里 发出了一个让舆论为之哗然的声音 说中国的股市其实就像赌场一样 它叫吴敬莲 我也想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几位 你们持什么样的观点 我基本上不同意这个判断 对吧 因为这个股市是有风险 但是它是一个投资的场所 它和这个赌场是一个零和交易 如果说在2001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市场非常缺规矩 那应该我觉得大部分股人都应该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市场规范了很多 而且在继续规范 所以我觉得用赌场来比喻股市是不缺当的 我相信吴敬莲先生当时说这个赌场的比喻的时候 他恐怕是更多的是强调这么一点 就是中国股市往往是在上下波动的指导风险 但跟实体经济没关 创业板确实泡沫化 我同意非常泡沫化 但它的确给很多创业的年轻人 提供了很大的这种鼓舞的力量 知道你好好把一个产品 把一个商业模式做好了 将来能够通过上市创造很多财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也对实体经济有影响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中国的股市 跟实体经济之间 有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 但是面对今天的中国股市 我们到底能不能爱得起来 我们不妨也从这个股市当中来找几只股票 我们选择的标准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些股票可能凝聚了你的爱恨情仇 我们就从让你久久难以忘怀的中石油说起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满仓中石油 曾经核实持有中国石油 成了熊市里中国股民的一曲经典为恶 中国石油也被称为套牢整整一代股民的上市公司 有记得在上一轮牛市顶着亚洲最赚钱的公司 全球资本市场市值老大等光环 回归A股的中石油一度达到了A股历史上最大公开发行的高度 但是自2007年上市当天创下48.62元的历史最高价以来 中石油的股价就一直跌跌不休 最低跌至7.08元 跌幅超过85% 有人说如果股份制改革摧升了上一轮空前的大牛市 铸就了6124.04点的高峰 那么中石油的上市就成为半岛这头大牛最粗的一根绳索 更有人预言 只要中石油没有见底 A股的下一轮牛市就无从弹琴 中石油这只股票 对很多的股民来说都是印象特别深刻的股票 我们这个熟面孔是老牛 当年在股市上很多人也觉得你挺牛的 但是后来他不小心触碰到了中石油之后 就惨烈到他老婆直接要跟他闹离婚的这个地步 这是他在我们现场讲述的非常惨痛的家庭的暴力事件 中石油发行价是17块多钱 现在的市场价是9块钱 当年我买的时候是48块钱的时候 我看到24我决定买 我爱人和我打赌说你别24买 我已经48已经除二了 24买没风险 他说明年12 我说明年12再离婚 后来中石油惨不忍睹地跌到了现在的9块钱 你老婆比你厉害多了 还有个经典的预言 说咱们现在可以静下心坐下来谈个协议 咱们现在如果跌到12再离婚 那么咱们假设已经离婚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复婚呢 48块钱 我们什么时候中国石油再涨到48块钱 我们复婚 当他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 给我很深刻的思考 我觉得中国石油涨到48这一天 可能多少年以后 多少年以后 可能这辈子我就付不了婚 那在这一波的这个行情当中中石油 中石油其实涨了起来了 对吧 虽然还没有到你们的复婚的这个标准价钱 是不是 我说不答应的 不涨到6124 中石油平均涨幅的话 也就是50% 才19块钱 19块钱利48 你想想 也就是中国股市 中石油害苦了多少人 中石油这个发行价确实害了人 我们也害了自己 为什么我发现要17块 以及后来的泡沫涨了48块 为什么你要拿到现在呢 你为什么从20几块跌到18块的时候 你觉得明显错了 应该攒仓走人呢 不一样有接盘的人吗 不一样害下一个人吗 我们不就当一个活雷锋拿着呗 对 每一轮牛市都会给你留下几个印象深刻的 让你永生难忘的股票 中石油就是一个 其实中石油上市之前 那个市场氛围 这个比现在当然还要炙热 因为市场流行一个什么说法呢 就跟中石油比 所有的股票都是垃圾 因为中石油当时的业绩非常好 这个上市之前我有过篇文章 我专门提醒 我说究竟是陷阱还是限品 有两个结论 中石油开牌价在50块钱附近 这是历史天价 什么叫历史天价呢 就老牛这辈子活着 再也看不见的价格 叫历史天价 第二个结论 像远离毒品一样 远离中石油 你后来再买过吗 你后来再买过中石油吗 短线买过不敢长期拥有了 当初我们选蓝筹 选中石油 是觉得这是一个价值投资 但是你刚才看到了 中石油却成为了半岛上一轮牛市的 最后一根绳索 到底是谁出错了 股市它确实 它是反映了人性的贪婪和害怕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因为我们的市场 还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供给和需求 都是市场化的话 可以相对的减少 我们中国A股的风险 所以这就是要加快 我们注册制度的改革 使得市场的供给 能够跟股价 能够起到调节供求的作用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宽禁严管 是不是真的可以管住一些 我们需要或者说应该要管的东西 这个地方谁都不能替代市场 有市场的风险 我们永远不能回避 但是因为我们主观 由于我们行政性的去控制供给 放大了市场的震荡 这是我们可以避免的 注册制度肯定要推出 不推出中国股市的池子太小 容纳不了那么多资金 那暴涨暴跌那经常的 老牛结婚的话 你不要太悲观 我觉得也就两三年吧 你可以冲婚了 中石油我还是挺相信 我很爱中石油 为什么 因为我在熊市里面 中石油就是我的反线指标 一旦他拉起来 我就知道其他的股票也跌了 中石油已经成为过去了 不可改变了 现在水皮先生说的好啊 一大批中石油正在 如雨后春春一样的成长啊 前天我做了一项研究 我想追问一下 中国长得最好的那些公司 在基本面上有哪些优势 最终我没有在基本面上找到 而是在他们的名字上 找到了他们的上涨的原因 所有长得好的 都是因为他们叫科技 叫信息 叫网络 叫生物 仅此而已 是个名字游戏 应该说是这个情况是真实的 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创业板上很多 是靠概念已经炒成了天价 那么在这个时候去买它 跟当年买中石油 在这个最高价去买中石油 没有多大的区别 像2007年的时候 尽管比如当时 我们一再的提醒风险 但是那个时候 人是很难听进去的 现在回归到它的价值上面了吗 我觉得这个中石油 现在的这个股票呢 在目前是反映它的价值的 就是说目前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石油价格 还在不断的这个探底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时候 希望中石油特有特别好的表现 这个呢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将来中石油 是不是能有更高价 取决于将来 比如说石油供给的情况 如果将来石油变得非常稀缺 那么那也有可能 中石油会创造高价来 所以我觉得 最归根结底 还是经济的本身的基本面 它最后会决定这个股市 它的那个合理的 那个弹性的程度 跟中石油这只股票一样 让大家感觉到有些尴尬的 还有银行股 虽然他们在整个上市公司的 这个数量当中 不是最大一波的 可能占比也非常小 但是他们的利润 可能占到了整个上市公司的 利润的50%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表现这么好的 这些银行的股票 为什么在股市上 好像不冷不热的呢 确实跟我们这个市场 这个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 这个结构是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市场上 就是总市值越小的股票 它的价格越高 反而大市值的股票 总起来估值都比较低 所以这个是跟个人投资者 跟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投机炒作的文化 我认为是有直接的关系 此一时彼此 这个过去可能银行股板块 银行的盘子还算大 但是在现在这个流通 这个资金量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为什么这个到现在 市盈率只有七八倍 涨到现在市盈率只有七八倍 我觉得是银行股呢 是背了不白之缘的 它实际上是承担了 这个很多人 对中国经济 未来预期不良的一个判断 就是他判断 如果经济下行的话 那么会有很多的不良资产 最终谁来承担呢 很多人最后把这个归处 就只能由银行的承担 所以你会看到工商银行 这么一个股票 06年上市的时候 它利润只有500亿不到 490多亿 当时股价平均在六块钱 最高到九块钱 现在工商银行过去这么多年 利润增长到2500亿 就是业绩增长五倍 你不能说工商银行没有成长性 业绩增长五倍 但它到今天为止 股价没到六块钱 两会期间建行的董事长 在李总理那人面前 他说银行是弱势 弱势群体 实际上我估计可能他说的也是实话 因为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他未来他要进行一种变革 他不变革 他适应不了未来的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给你推出存款保险 那也就是说未来肯定要有倒闭的可能性 甭管是谁 当然大家可能心里面觉得这五大银行不可能倒闭 但是市场说了算 所以说他们的未来还是竞争很激烈 其实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两类股票 可能都会让现场的很多人很平静的去看待它 接下来我们要来点刺激的速度和激情就出现在下面这个股票当中 2015年3月24号 在深圳创业板上市仅14个月的全通教育 以涨停收于320.65元 成为A股有史以来第一高价股 与股价对应的动态市盈率达748倍 远超创业板平均90倍的估值水平 3月25号 全通教育继续疯涨至348元后 开始大幅回落 按3月30号上午收盘价计算 全通教育市值237亿 短短一周时间蒸发整100亿 尽管股价回落后被另一腰股朗马信息超越 但348元的历史记录仍然不会被轻易打破 有专家这样评价 全通教育的养成是一个典型 反映出某些A股科技公司 要规模没规模 要利润没利润 要资产没资产 要成长性没成长性 除了概念一无所有的真相 正如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所说 从投资角度来说 都是第二流第三流甚至不入流的 纯概念支撑的估值泡沫终将破坏 的确是这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在线 这个我就这两个个股都在最高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这个两个个案里面呢 这个希望这个管理层呢 给市场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从盘面上看明显的做装迹象 这个有操纵的一个迹象 刚才这两只股票呢 应该说都是创业板里头的股票 有许多很牛的股票 甚至被称为腰股的是在中小板里头 创业板作为民营企业 唯一的一块窗口 它自然会得到大量的 占中国经济80%左右的民营企业的 民营资金的大力关注 所以它牛了 牛肯定会产生腰 这是由于中国制度 牛就一定会产生腰 这是由于中国股市的这种基本的体制决定 全通教育这个事 刚才都说的是腰股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叫腰股 因为作为一个股票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很佩服中国股市的嗅觉 从第一代的伊安科技 弄到126 它为什么要找这个 它就是拿着一个网络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全通教育 大家都知道概念是在线教育 你炒股不是炒预期吗 这不是大家都觉得 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很大吗 你现在就算之前 就这次下跌 之前那一周出现了 网上出现了 说是有人操纵它 可是呢 它也顺势给跌下来的 人证监会根本就没说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还不到时候 它还得再涨 大家为什么要对这样涨的 这么好的股票 这么大意见呢 我们为什么要对暴跌的股票也有意见 对上涨的股票也有意见 看不懂它是吧 对 我们会看到呢 像 像全通教育 它是去年IPO重启之后带来的股票 扩容给大家带来的投资机会 这第一 第二的话呢 你会看到这一代的投资人 还是对新经济更愿意捧场 对吧 所以它才能涨成这样 不管它里头有多少真多少假 但是它至少 这个类型的品种吸引了投资者的参与 另外创业版呢 从20010年前后呢 推出来到现在五年的一个时间 其实它对中国经济的转型 对激励创新 它是取到了释放和激励的一个作用的 请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叫 这个被咱们奉为腰股的这个公司 以700倍的市盈率的现实意义 700倍的意义就是700年之后 您才可以收回您的投资 您对这700年的投资回收期有何看法 谢谢 我觉得你虽然肯定是过了40岁了 但是在判断价值上面的过度依赖 这个适应率来判断公司价值是严重错误 这样的公司被广泛的追捧 将导致那个企业的创业者也不再去抓基本面了 因为他就根本不用干基本面了 利用资本市场的非理性 快速的就套现了 老董对这个概念 特别的火冒三丈 老牛同志 您碰过全通教育吗 去年刚发行之后碰过 你看真被我说中了 当时只是从技术面 技术面有短期投资价值 然后实际上你的收益印证了 小资一把就走了 没想到这么火 后来老后悔了 不要把后悔转化为买入的行动 否则你要比中市有痛苦N倍 股市场其实从来都不缺乏概念 其实最近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个段子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叫 但愿风长久 你我共赚钱 就猪都在这样的狂风当中已经飞上去了 但是既然飞上去了 我们就争取不让它落地 可是什么样的情形才不可能让它落地呢 就这种概念已经出来了 有没有什么样的尺度 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有 国外作为成熟市场同样有它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像董先生这样把一个问题理想化 美国作为一个200多年成熟的股市 有好多股票是亏钱的 股价兆二十一百多美元 换算人民币多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看到了你刚才说的概念好 它将来可能会扭亏为盈 而且将来可能由腾讯这么一个丑小鸭 将来变成当年的腾讯变成现在的大企鹅 当年终是由失败就失败在上面的 包装太过 趁着大势暴涨隆重推出 把它的想象力透支了 所以它就悲剧了 刚才当我们在说到蓝筹股的时候 说到这个所谓的概念股的时候 我想到之前我接触过的一个专家 特别斩钉截铁的给我说了一个他自己的独有的发现 他说中国的股市其实就只有两类股票 一类是儿子类 一类是女儿类 对话现场首次爆出股市惊人总结 中国股市只有两种股票 儿子股和女儿股 中国的老观念是穷养儿子 富养女儿 危难之处显身手的肯定是儿子 打女儿股进不了多少仓位 但是儿子股可以进很多很多仓位 经济增速放缓 股市反而走高 中国股市不反映实体经济 股市真的已经到了过热的警戒线 很多这个公司股价的上涨 都是对实体经济的回应 保守的投资人这个时候 不会投他 现在的股市的热潮 其实是对深化改革的一场诱惑 中国股市中 它折射的经济只是一个GDP这样漂亮的数据 市场的日度过高的时候 实际上它对实体经济是有伤害的 精彩题目马上继续 他说中国的股市其实就只有两类股票 一类是儿子类 一类是女儿类 所谓的儿子类型的股票 就指的是中国的这些蓝筹股 他们差不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像儿子一样 任劳任怨 特别的朴实 然后出了力 也不怎么出名 那所谓的女儿股呢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概念股 每天可能就坐在家里 就负责打扮的貌美如花 就可以了 市场上无数的人在追捧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而言 老牛 如果你在选股的时候 你更愿意去选儿子股呢 还是女儿股呢 儿子这两天听话就 那儿子股 好 那儿子听话的时间多 还是女儿听话的时间多 我现在的投资 主要理念是追风 追风 我现在为了把我的股票 这个做好 我专门给自己起了个股名 股名叫牛悟空 牛悟空 牛悟空 孙悟空 他再悟空 那么七十二边 十万八千里 他不过是孙子 我牛悟空呢 很牛 然后呢 但是在牛市中间 要悟空 要多想空 多做空 我问一下这个小宫 你在选股票的时候 儿子股跟女儿股怎么配置 女儿太招咬的时候 我就买儿子 如果就是儿子 就是出头了 我就买女儿 中国的老观念是 这个穷养儿子 富养女儿 但是对于这些中流 砥柱的所谓的儿子股 这些蓝筹股来说 他们在市场上 是不是应该能够 跟女儿股受到一样的追捧 虽然现在的这个情形 不是如此 实际上儿子股女儿股 在平时我们投资过程中 像我们早就抓住这个规律了 什么规律 危难之处 显身守的 肯定是儿子 所以股市跌到一定程度 率先齐文反弹的 肯定是儿子股 但是和平年代 负责貌美如花的 让大家这个青春荡漾的股票 肯定是女儿股 我觉得如果是07年的股市 能够给我们提供 某些这个启示的话 那么实际上呢 在07年的时候 也是体财股 在4000年左右见顶 那么后来呢 这个在6000多点见顶的 是这个 是这些大盘蓝筹股 最近几年带着我的博士 我们的模型研究 发现中国股市啊 你不能全用价值投资来解释 你更好的解释方法 就是金融攻击 就是索罗斯是把金融攻击 这个理念 第一次用到实战中了 打击货币 他是把虚高的货币往下打 中国股市特别神奇的 把索罗斯的攻击打法 用在各股上了 他是把股价往上打 往上攻击 那么一般来说呢 因为攻击需要很多资金 因此女儿股容易被追捧 因为女儿股小轻 容易被打上去 但是一旦 为什么到了牛市的后阶段 反而儿子股也能打上去了 因为市场资金多了呀 打女儿股进不了多少仓位 但是儿子股可以进很多很多仓位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男手股也跟着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男手股 你可以说是固执修复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曾经有个憧憬啊 我们不希望这个儿子股 或者是女儿股单打独斗 最理想的场面呢 是儿子女儿一同打拼 也就是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 又可以赚钱养家 又可以貌美如花 男车跟北车 经过了连续三天的涨停之后 现在男车和北车两家的市值 我查了一下已经过了 1400亿美元的大关了 在新一轮A股牛市里 中国男车中国北车高速急驰 本周连续五个交易日涨停 而自去年12月31号 发布重组合并预案以来 南北车股价涨幅均超过400% 值得注意的是 南北车合并市值 由一年前的1624亿元人民币 翻了六倍 本周五收盘达到9668亿元 按美元借价达到了1610亿美元 超过美国波音公司 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值之和 南北车的市盈率更是傲视群手 达到89倍的市盈率 是通用汽车的近十倍 是德国西门子的五倍盈率 南北车已经远超所有竞争对手 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机车制造商 有投资者曹凯雄 中国神车已经横空出世 很多人说仅仅这两车 就拉来了两大车的富翁 这是大家对这两只股票的评价 但为什么它会好到这种程度呢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话题 你说到儿子股和女儿股 恰恰这个股票是儿子女儿结合 都有了 为什么现在北车南车 中国是车北车 开始发力了 因为它有儿子股的功能 就花木兰出现了 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银行股 这样的儿子也开始向上攻击了 觉得南车北车 等它合并完了 成为一个股票的时候 就得回归了 但是你现在又不能打压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带着一个目的性 指向性 就是国企的合并重组 因为过去三十年 是在内部搞竞争 未来就是要对外 对外的话 你体型太小 你干不过人家 就像你和泰森去比一下 这个拳头恐怕一拳就给你打到巴掌以外了 这个是典型的借机发挥 这个大的方面你可以说国家战略 小的方面可以说产业转型 对吧 而且高铁是中国现在主要的 这个输出的一张这个品牌 对吧 那么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要建高铁 以假设都由中国高铁去建 想象空间或揽开了 对吧 但实际可能吗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个我们判断一个公司有没有价值 实际上还是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的行业名 行业里面来比较 我记得中石油上市的时候 中石油市值就超过了其他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的 千三名的总和 那你想想 这个公司可能吗 它自然不可能 那么包括你刚才说的南车北车合并的这个市值 已经是这个1400亿美金 超过了市值最大的波音公司 那你想想你可能通吃天下吗 更何况这个公司还是一个成长 在成长过程中间的一个公司 是不是 我们不能话说的那么满 以前我们在股市上看到过一些错位 就是实体经济跟股市表现之间的错位 但是现在在这个股票上面 我们却看到了一种融合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讲 因为你看到兼并重组 已经成为了经济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么股市恰巧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对于兼并重组题材的一个追捧 很多公司股价的上涨 都是对实体经济的回应 包括比如昨天做出了关于核电的决定 那么今天核电的价格上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股市 它确实跟实体经济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不赞成说是赌场 但是比如我们说南北车的这个合并 它既反映了对这个实体经济的回应 是不是合理 那就需要投资者自己去衡量 保守的投资人这个时候不会投他 有可能你短期参与 但你不会买了他准备要持有一年 那样就太危险了 对于这一次的股市的热潮 其实很多人发表了观点 我看到经济学家中伟 他说现在的股市的热潮 其实是对深化改革的一场诱惑 就说只要你愿意去深改 你就会有资金 你就会有信心 你就会有牛市 你们觉得这种所谓的诱惑理论成立吗 应该是成立的 因为A股的这轮上涨的话 它是有一点逆周期涨上来的意思 因为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经济增速 高速增长 传统行业 普遍的高速盈利 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相关 这次我们会看到 经济增速在下一个台阶 多数的传统行业 盈利是不如人意的 包括银行 逆周期好像应验了大家流传的段子 就是为什么经济好的时候股市暴跌 经济不好的时候股市反而涨 是因为有人出去打工 有人在村口赌博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我倒觉得严重不是 A股在它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首先它肯定是贡献出了很多的儿子 这种儿子包括国有的 也包括一些民营的一些企业 就是每一个大的周期都会有一批企业成长起来 周行长才会讲说股市好了 其实对实体经济是有作用的 甚至包括大股东的套现 其实它也是一种资产 借助资本市场的一个套现以后 有可能是一个再投资 所以我们不能用有视的眼光 去看这些正常的市场行为 A股市场到底反映不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的表现 恰恰是反映的 所以前几年在我当空头司令的那几年 许多人说我仇恨中国股市 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我坚定的五六年的看空中国股市 就是因为看到中国股市中 它折射的经济只是一个GDP这样漂亮的数据 而骨子里头 由于土地财政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走坏的 所以它是折射中国经济里子的 但是后来这几年为什么我慢慢开始转多了 中国经济开始发生转型了 刚才你说过那个著名的段子 这个段子的结尾 大家忘了一句话 一群回到家里的小伙子坐在村头 不是赌博 他们通过网上在创业 在通过开淘宝 在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创业 那么成州策判迁凡过 并数前头万目存 我们注定处在一个伟大的革命性的变革的时代 所以要拥抱新经济 拥抱互联网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股市会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市场的日度过高的时候 实际上它对实体经济是有伤害的 我们说到这个市场之热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感同身受 更多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来自外媒的一些观察和评论 像前两天我就看到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们登了一篇文章当中的主题 就是说中国股市打造了新企业的巨头 会不会在未来我们看到的现象 就是像外媒预测的这样 我们中国的股市真的就改变了企业的格局 这是我说过热的原因所在 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应该说还在探底的过程当中 或者像总理说的那样压力还在持续的加大 不能指望我们整体的企业盈利 会保持跟我们股市一年翻翻这样的速度去增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浇一些凉水是必要的 股市还能留多久 我们该爱或不爱 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想我们看到了今天中国股市更多的一些风景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股市 我们内心的这个好奇依然存在 您是爱呢还是不爱呢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 再做一次现场的调查 如果您依然爱着这个股市 请举出笑脸 如果您已经不爱了 请您举出哭脸 几乎是清一色的表达着这份爱 希望这是一个健康的良性的发展的市场 它能够给所有的股民带来更多的利好 当然也给中国的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新鲜和动力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际呢 我们想让今天现场的一个股民来表达一下 他的心声 不过表达的方式很特别 他在多年前创作过一首歌叫《怎么都不卖》 那么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份爱 他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歌呢 我们下一次股票 终于等到了街道 今天是个为大年事 在大股票远离你 在大股票无助你 难道每天为你省起 并且上次重生都是只为抓紧 把我听听到谁给你只为我发现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奇迹 有时时段爱你永远不后不及 你是我的小月小月 我怎么暂停 你不现有红红的天线温暖 我的心我变了我漫长的火 你是我的